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愛運動體能造式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登登 這個 這是什麼 紙盤 烤肉用的或者是板德用的盤子 還有飛盤 知道我要幹嘛嗎 沒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用滑盤去做下肢肌力的訓練 那如果沒有這些盤子 其實用抹布也可以 那其實盤子只是像是我們的一個輔助的工具 要去教導大家怎麼樣用這一些隨手可得的東西 我們在家也可以去做一個下肢的訓練 那下肢的訓練很多人我們先前的影片 或者是很多人在家應該都有做過 弓箭布的這些動作 那或許你已經會做 或許你一開始在操作的時候 覺得往後跨這麼大步有一點不穩 這個時候他就是你的好朋友 他可以協助你去做到不同的方向 或者是說你已經有在做弓箭布的朋友 那你可以透過滑盤去做到更多的方向 那對於直接做弓箭布來說 覺得跨那麼大步有一點困難 那你更可以透過滑盤去做到下肢的訓練 那比較特別的是 尤其是對於支撐腳的地方會非常的有感覺 所以如果你是上班族長長久坐久站的 或者是你是喜歡登山的朋友 跑步的朋友 別忘了下肢 尤其是我們的臀中非常的重要 準備好了嗎? 讓我們一起烤肉 去決定 那就是那個摩擦力不要讓你大到沒有辦法推動 但是又要是自己可以控制的範圍 那我今天選擇的是飛盤 把飛盤呢放在腳的下方 只用前腳掌放在盤子上面 重點在於支撐腳 支撐腳一定要確認你的骨盆膝蓋跟腳指間在同一個平面 盡量讓你的膝蓋腳尖是朝向正前方的 然後一樣站姿還記得嗎? 骨盆穩定 脊椎往上延伸 肩腳穩定 下壓好 準備好了之後 把在飛盤上的這隻腳往後推 雙腳的膝蓋 一樣 不小於90度 身體骨盆穩穩的hold好在中間之後 重量在前方的腳 再把自己帶回來 再一次喔 深呼吸吐氣往下走 再把自己帶回來 後腳的膝蓋沒有落地 動作在你有控制的狀況下進行 再回來 如果可以的話 把它當作暖身 你還可以在家把上半身的動作一起加上去 手往上延伸做一個扭轉的動作 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的所有動作 其實都非常需要我們上下肢一起串連去做動作 所以整個的協調性跟穩定度都非常的重要 再扭轉 一樣要穩穩的停在下方 又再呼吸吧 再回到中間 是不是又開始感覺到你的臀部有一點酸酸的感覺 接下來後面之外 剛剛還有說到可以做到不同的方向 所以試著一樣支撐腳 膝蓋腳尖朝前 再把盤子往外推 有控制的狀態下 再把它收回來 再一次喔 往外推 身體盡量去控制它 再收回來 再一次往外推 還可以再更多嗎 再收回來 好這是往外的也有往後走 膝蓋腳尖一樣維持朝前 再收回來 呼吸很重要 往後推 收回來 我們可不可以試著把兩個點連在一起 往外了之後 往後畫一個圓 再把自己帶回來 有一點辛苦加油 長長久做的朋友 喜歡爬山的朋友 一定要跟著我一起做 這個對於支撐邊的臀中 真的很有Feel 沒錯 好的 再多加一個斜後方的方向 像滑冰一樣的動作 往後放 再帶回來 再一次 一樣去維持身體的穩定 有沒有發現我在做動作的時候 身體都還是朝向前方 我的上肢也會做著一前擺動的動作 讓我的動作更協調更穩定 再一個 呼吸 呼 再回來 還可以挑戰的 再跟我做一個動作 重心稍微往下放一點之後 往後推遠 呼在這裡不動 再把你的腳帶回來 開心 再一次往後 穩住喔 呼吸喔 再回來 最後一個 呼 回來 好的 臀部大腿應該很開心吧 記得這個動作 在做訓練的時候 兩邊一定要記得平均的做到 你可以先去試著 剛開始做 可能覺得有一點害怕會不穩 你可以首先扶在穩定的牆壁 可以控制的狀況下 慢慢的去增加動作的次數 那你可以先從十次十二次再往上去增加 再加上更多的方向變化 對我們的臀部訓練會更有效果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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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